大家都到齐了 太姑 你先说几句吧 既然是你着急的 你就别谦虚了 有话就直说吧 好 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呢 是为了我们赵家农场的事 农场还是继续经营下去 还是分了 我先说说我的意见吧 我们赵家农场的大部分资金 都投在了固定资产上 如果想分了 也分不多少钱 我最了解你爸的心思了 农场是他一辈子的心血 他不希望你们为了自己的私欲 把农场分了 他在地下有知 也不会安生 所以 你们还是心疼心疼你爸 就别再吵吵分家了 咱们商量商量 怎么把农场 好好地经营下去 我的意见说完了 你们 再说说你们各自的想法吧 农场是我哥一辈子的心血 当然不能分了 我同意妈和姑的意见 我觉得这家不能分 现在即便是分 也分不到啥景啊 我赞成不分 那 立竹和嘉平 你们俩的意思呢 我们也同意 不分农场 那好 既然大家都同 你看你都问了 你怎么不问问我们的意见呢 你们俩还是尊重大家的意见吧 既然大家的意见 都统一暂时不分农场 那我就来说第二件事 农场既然不分 那么就应该有一个带头人 这件事呢 你们谁也别争 谁也别抢 就按照你爸的意思 把农场 交给文秀 妈 这我不能接 我成立公司 那有好多事呢 我根本忙不过来 妈 你看 既然文秀不愿意接这个农场 咱家又不是没人了 你就别逼着人家了 那样不好 向月嫂子 这事跟你们周家没啥关系吧 你就别插嘴了 你是不是傻呀 咱爸咱妈可是领了证的 人家是合法的夫妻关系 所以呢 我们家郑民和你们家家平一样 都是咱公公的儿子 你说谁傻呢 那同样是儿子 那郑民哥咋姓周 他不姓赵呢 他 少说两句行不行 你别管 好好好 我不跟你掰扯这个话题 咱俩打住啊 赵家的农场呢 按照投资的份额 加强投的最多对吧 然后七次就数我们家郑民了 现在既然文秀不愿意接这个农场 那么按照投资的比例 这个农场现在就应该是郑民的呀 啊 数郑民的 哎呀 这 你这是从哪儿数啊 他郑民给这农场投了多少钱呢 我们家投了五十万 你说五十万 这就五十万呢 那我还说给这农场投资八十万呢 要照你这么说 这农场是不是该归我们呀 就知道你们不信 我把这条贷的 谁看一下吧 这是当年家强从正名那儿拿了五十万 然后给写的投资证明 这账目怎么是文秀钱的字 这事我知道 这是家强 替农场 向正名借的五十万 当时因为家强在外地出差 就让我写了这个欠条 姐夫 如果你不信 咱可以去银行 可以查一下往来账目 文秀 这你跟正名你俩倒过那点花账 那谁能清楚啊 用我说呀 这张字句 那都是你们俩联合起来 造的假 想骗赵家的钱吧 余德烈 你闭上你的臭嘴吧 什么意思啊你啊 那姐夫 你收的你投了八十万 那你有啥证据呀 你也拿出来给大家伙看看呢 啥证据呀 那去年咱爸 让我帮他销了一批粮食 那中间的差价有八十万 那是我 当时农场资金比较短缺 我就一块都给了咱爸了 咱爸说啥呀 要给我打个借条 我说都是一家人 还打啥借条啊 认识码 没有线条是不是 没有线条这样 有证人也行 当然谁在场啊 行了跟你做证 咱爸就 如果本人你去问他 就是什么话 你说这个人话吗你啊 行了行啊 行了啊 这人话吗 你走走一走我 ,行了行啊 你别笑了 好 你不是想让你爸出来作证吗 如果我把你爸请出来 你们可得想好了 咱们大家都得统一思想 谁在农场里头的资金多 谁就是赵家农场的当家人 你们可不许反悔 你爸要是能出来作证 谁都不许说个不字 好啊 你只要把我的老丈人请出来 我们就都听他的 好 你要把我爸请来跟你作证啊 你真想得出来啊你 人没了能站出来说话吗 不过刚才你咋不知声呢 他总拿你爸出来压人 我都不好说什么 等他看他还有什么心话呀 哎 这是你爸留下的账本 你先看看他 我先看看他 这咱爸借他真清楚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你哪家八十万了你啊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你还不说什么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呢 我说我呢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啊 我才是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话呢 你怎么睁着眼睛说话呢 我为什么睁着眼睛说话呢 我呢 我都不顁担说话呢 成立农场 2010年4月16日 农场急需资金 家强从郑民那儿借了50万 家强说 这笔钱算是郑民对农场的入库资金 2014年10月3号 家梅送了一袋小米 自从孩子分开后 我和月盈 也要过他们一分钱赡养费 这是家梅第一次往家里送料事 孩子们看到我们老了 心里越来越有我们了 德里 你还说 你爸和你借了80万吗 家平 你把我让你这几天整理你爸遗产的情况 跟大家说说 我整理了一下 咱们家总共的资产 有510万 这集中 由我哥投入的100万 郑民哥的50万 除去他们俩的150万 剩下 都是我爸的遗产 总共360万 这360万当中 有330万 是固定资产 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刚才我说过一句话 谁在农场 投入的资金多 谁就是农场的当家人 你爸 在这个本上 是白纸黑字 写得清清楚楚 当年公司成立 是加强投入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 也是文秀 占的资金最多 所以我现在 要把农场 和你爸留下的这个账文 一块 一块 交给文秀 妈 我这个我不能接 我不能接 嫂子 这农场你就接下来吧 这不仅是爸的遗愿 还是加强 和爸的梦 没救 你非得要看着 咱们这个家散啊 妈跪下来求你 帮妈完成 你爸爸的心愿 可不能这样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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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救 你不答应 妈重新来 妈妈你别这样 文秀 嫂子 妈我答应 我答应应吗 我答应 媽謝謝你 謝謝你幫忙 完成了你爸的心願 不是媽 至於將來這個農場 你怎麼處理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你怎麼處理 媽這樣不行不行 媽 對不起 我 感谢观看